一场武林大会半天就十余人受伤 由于太血腥 后来直接停办 最近有观众发来1986年武林大会的集锦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 1986年万人空巷的荣城武术类台赛 荣城就是成都 当年重庆还属于四川 四川人口众多 武术类台赛停办数十年 加上各大媒体的报道 宣传与香港武打电影的影响 现场吸引了人山人海的吃瓜群众 比赛按照重量把170余队选手划分为7个级别 这种比赛放在当时还是很前卫 这是其中打的比较精彩的一场 南拳大战北腿的比赛 结合具体的比赛 我们再细聊一下规则 视频中既有红色腰带的是红方选手 红方开局低桩起手势 双方互有命中各得一分 蓝方一个勾腿再接一脚 命中后背再得一分 红方击冲一个右摆拳把比分扳平 蓝方用腿进攻 马施前提 红方上前 一掌劈到对方的后背 裁判干预 红方将比分反超 这里可以看出 比赛是按照计分制 就像击剑一样 击打到有效部位得分后 会重新分开 进入回合制进攻 裁判干预比赛的频率很高 得手后也不允许继续追击 保证选手的安全 所以传说中 半天就十余人受伤 纯属谣言 选手不配戴拳套 除了护当外 也不配戴其他的护具 当双方选手8秒内 没有进攻的姿态 裁判也会干预 并指定一方进攻 一寸长一寸强 在拉锯战中 蓝方的腿 更好的控制距离 打点数 击打有效部位得一分 对手倒地 可得两分 蓝方连续侧踹击倒对手 首回合结束 以手握四分的优势 局间休息的时候 两人各炫了一瓶 瓶装的肥宅快乐水 满满的年代感 第二回合 蓝方引下打上 翻腿侧踢 不断拉大比分优势 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11比5 红方奋力一搏 抓住机会 后手一拳塞到对手的下巴 蓝方一屁股坐在地上 起身后脚跟不稳 又躺倒在地 蓝方最后还是缓了过来 比赛继续把衣服都脱了 蓝方虽然吃了一记很有分量的重击 但凭借前期的大比分领先 还是把优势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最终蓝方优势获胜 关于这场武术类台赛 人民日报 体育报 四川日报等等 多家媒体与电视台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细心点还是能找到当年报道的电子版 其中1986年3月 人民日报第三版写了一篇名为 探索武术走向世界之路 融成首届武术类台赛后继的文章 文章中这样描述本次武林大会 台上龙腾虎跃 台下喊声雷动 极为壮观 但纵观整个类台赛 大多功夫平平 上层高手如凤毛麟角 少数习武不久的青年从功夫片中模仿来一些手脚也登台较量 被幽默的荣誠观众笑评为电影门派 这倒给紧张热烈的比武平添几分乐趣 一晃快40年过去了 擂台上还有人号称练过九阴白骨爪 翔龙十八掌 电影门派依旧存在 文章中说的上层高手 这场男拳与北腿的大战 算参赛选手中较高的水平 在那个年代 散打还没兴起 综合格斗还没普及 UFC都没成立 这个水平也算是打得有来有回了 比现在一些号称内功伤人的大师要强得多 文章的结尾处特意提到了散打 说道 散打是积极术跟武术套路迥异 若无散打的实战经验 即使深谙各家套路 交手时也往往力不从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 散打开始被列为竞技项目 九十年代初的全运会中 散打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散打风也随后吹进了千家万户 所以这里就能理解 武术擂台赛后来停办的原因 并不是一问太危险 而是一问散打比赛登场了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